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78岁的曾女士住在益顺的一房市祖屋 她在厕所里曾跌倒过一次 这让她的孩子十分担心 在有需要时老人家如何及时求助 以前是打电话 打了一次架子都不通了 又等很久 有时他们很忙的时候又不可以听 就要求一点 麻烦一点 不过有了居家老人警报系统 曾女士的生活起居习惯包括了睡眠时间 在厕所里的时间 还有在家里的一举移动 都会由系统鉴别 一旦曾女士出事或者是出现异常情况 就会启动警报 系统接着会自动发简讯给曾女士的看护者 也就是她的女儿 曾女士如果需要协助 也能按下可随身携带的这个按钮 女儿也会立刻收到简讯通知 省了我打电话给我妈妈的那个时间 我也不需要为她的危险担忧 所以我觉得这个系统给我很大的帮助 这个居家老人警报系统是监屋局 智慧市政框架之下的其中一项措施 监屋局正考虑设立智慧数据中心 以更好的集中管理规划和分析智慧型组屋 所搜集到的数据 为了协助更多的体账人士购买辅助器材 政府将从这个八月起放宽 科技辅助基金的申请收入顶限 而申请的使用范围呢也进一步扩大 涵盖了物理治疗 复建和各种有助独立生活的项目 副总理兼财长上达曼 晚间在新加坡市账人士协会的第六十三届 常年慈善晚宴上宣布 申请科技辅助基金的人均月入顶限 将从目前的一千五百元提高到一千八百元 终身津贴的顶限也从现有的两万元 增加一倍到四万元 让更多人受贿 部长也鼓励志愿福利团体合作利用这项基金 找出各种方案协助体账人士改善生活 总理公署表示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因为受到感染病情恶化 总理公署发表文告指出李光耀先生的病情恶化 目前正在接受抗生素治疗 总理公署也表示医生正在密切留意李先生的情况 现年九十一岁的李先生是在上个月的五号 因为感染严重肺炎而进入中央医院接受治疗 接着关注国际消息 继三个英国国民涉嫌要前往叙利亚参战 而在土耳其遭扣留之后 伦敦再逮捕了一个计划前往叙利亚参战的18岁少年 鉴于类似的事件频发 英国正在加大力度阻止自我激进化年轻人前往中东 英国警方星期一接到献报后 在伦敦西北部一所民宅 逮捕了一个18岁少年 三个来自伦敦同个地区 年龄介于17到19岁的少年 周末则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机场被扣留 过后移交英国警方调查 英国警方相信至少600个英国人 已经前往中东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行动 当中包括人数日益增加的女性 美国军方公布的最新画面显示 国际联合部队继续在伊国组织控制的多个伊拉克据点展开空袭 目标包括伊国分子占据的建筑和军车 在伊拉克西北地区和伊国组织战斗的库尔德部队 再度指伊国组织在另外两场战斗中使用氯气 造成民兵猛合甚至暂时性失明 不过这项指控并未获得相关国际机构核实 美国和韩国探讨在韩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 为韩国可能遭朝鲜发射洲际导弹洗击 做好防范工作 而中国则呼吁韩国要慎重行事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素 到首尔访问两天 并与韩国外交部高官讨论了 部署战区高空防御导弹等课题 中国外交部则表示 任何国家对谋求自身安全时 必须顾及他国的安全利益 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 并呼吁有关国家在处理相关问题时 要慎重行事 美国军方自去年6月开始 就向韩国提出部署战区高空防御导弹的必要性 日本外交部发布一张中国旧地图 并指中方在这张1969年的地图上 明确地标示有争议岛屿 为日本称的尖阁群岛 而非中国称的钓鱼岛 说明中方早已认同岛屿属于日本的领土 中国则回应没有见过地图 日中再次隔空喊话的同时 中日韩三国外长这个周末 将在首尔举行三年来的首次会谈 希望为东亚局势截斗 马来西亚反对党领袖安华的女儿努鲁依莎 今天下午在吉隆坡警察局 录完口供之后获准保释 马国警方昨天援引煽动法令 逮捕努鲁依莎 并且将她彻夜扣留 马国警方指她上个星期 在国会抨击司法不公的言论 触犯了煽动法令 她也被令下个月中旬再次向警局报道 努鲁依莎的代表律师指出 努鲁依莎身为国会议员 在国会发言的言论有豁免权 不应该受到责难 因此警方逮捕她 有滥用权利的嫌疑 下节新闻还要告诉您 社会发展部投入了额外的资助 把志愿福利团体的社区治疗人数增加一倍 利用古铜币购买商品 韩国传统市籍新思路 成功地吸引人潮回流 我只想给家里最好的 三菱冰箱 我们的最爱 欢迎您继续收看晚间新闻 我国二月份非石油国内出口年比下跌了9.7% 电子和非电子出口双双滑落 经济师认为表现是两年以来最差的一次 但是美国和欧元区的复苏 有望促进我国下半年的出口回升 国际企业发展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二月份电子产品出口下滑了12.5% 之前一个月则增长了5% 这主要是受到集成电路和电脑产品出口 大幅滑落的影响 二月份非电子出口也因为石油化学产品 医药和初级化工产品出口大幅下跌 滑落了8.5% 观察家认为 金管局四月份将放宽汇率政策 下调新元名义有效汇率两个百分跌 启发局预计我国的主要出口商品 会在今年取得1%至3%的增长 中华总商会同玉廊镇管理局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设立商团中心 会长蔡其生表示 总商会将能够协助其他的中小商团 解决场地和人员方面等问题 并为属下的151个商团会员提供培训和其他方面的协助 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其生认为 许多行业工会尤其是传统行业都面对没有固定会所 租金太贵缺乏有经验工作人员等共同问题 中华总商会可以协助这些中小商团 副总理张志贤表示 政府了解商家在经济重组面对的挑战 因此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宣布将给予商家更多援助 而商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华总商会的其他商团 对商家尤其是中小企业是很重要的 商团安排政府和商家定期对话 让商家提出回馈和新主义 包括为每年的财政预算案提供意见 政府很重视商团为帮助商家所做的贡献 政府希望继续与商团密切合作 在经济重组中为商家提供更多帮助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下来三年将会投入额外的资助 扩充本地社区治疗师的团队 是的 专门为护理机构提供治疗师的志愿福利组织表示欢迎 并且表示将利用额外资金来扩充现有的治疗团 预计今年将能够增加多一倍的人手 而服务的对象预计也将比目前多约20% 记者李嘉宇报道 德教太和冠十年前设立治疗师中心 专门为本地护理机构如疗养院等提供职能治疗师 物理治疗师和语言治疗师 以解决小机构治疗师不足的问题 中心表示随着人口老化 加上服务对象从长者扩大到儿童和家庭 过去十年来 要求提供治疗师的护理机构增加了两倍 从十年前的五家增加到目前的约15家 政府下来三年 每年拨款700万元资助两家治疗团 以及建立一个新的社区心理服务团 将有助中心增加人手 短和中心的短期 我认为我们需要多加重 在外面的职业 可能我们会看起海洛 我们会看起香港 马来西亚 台湾 这些国家都充滞了医疗师 和实习机会 鼓励更多年轻人加入 中心预计下来一年内 受惠者将超出4700人 今年在残障者自立局设立的 新社区心理服务团 将采纳现有治疗师中心的供应模式 同时预计展开有关 如何提高社区服务素质的研究 并组织高级心理治疗师团队 来为新人进行培训 以便未来能为长者和家庭 提供全面心理辅导服务 在香港 一趟从香港飞往韩国仁川机场的 韩亚航空班机 因为有乘客假借别人的机票登机 结果临时被迫折返机场 原定在星期一傍晚5点30分 抵达韩国仁川机场的韩亚航班 延迟了4个小时才抵径 当时机上载有250名乘客 这名受影响乘客表示 在飞行途中听到飞机必须折返的消息时 十分担心 以为机上有恐怖分子 不过过后发现不是恐怖袭击 班机在起飞后一小时被令折返 原因是一名男乘客用了别人的机票成功登机 这名乘客和一名友人在机场兑换了机票 结果证明有人试图登上冀州航空的班机时被发现 事件才被揭发 召获的男乘客在飞机飞回香港机场后 立即遭到警方逮捕 韩亚航空的保安也明显有疏漏 没有及时发现乘客身份和机票上的资料不符 结果造成机上250名乘客的不变 韩国的折扣商场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之来 传统世纪便一直挣扎求存 不过近年来老世纪拿出了新思路 成功吸引了人潮回流 也再次焕发了青春 来看本台驻韩国通讯员林岩书发挥的报道 距离仁川国际机场40分钟车程的新级市场 充斥着熙熙攘攘的游客 许多是中转旅客 为使顾客体验更独特有趣 每位游客都会获赠六个韩国古铜币 可在新级市场买东西使用 市场负责人表示 用韩国古铜币支付的方式 非常受游客欢迎 市场三成的店家是第二代店主 也都非常积极延续家族企业 全罗南道的顺天南部市场 这几年也日渐兴旺 这个百年老市场 用剩余空间吸引年轻人创业 开设了33个独特个性小店 与周遭的古早摊位相应成趣 周末的人潮可破万 老店家的生意也因此增加了两到三成 下一节新闻还要报道 公积金局推出了个人化退休规划服务 为将近55岁仍在偿还房屋贷款的会员 提供咨询 某国引进儿童脊柱侧弯新疗法 只要一次微创手术就能够矫正脊椎 欢迎您继续收看晚间新闻 公积金局将在7月份 实行推出个人化的退休规划服务 是的 这项计划针对即将满55岁 并且需要这方面咨询的会员 例如有未偿还房屋贷款的人士 希望能够提高会员对公积金系统和新变动的意识 艾莎巴克里今年11月份就年满55岁 必须对退休规划作出重要决定 公积金局去年12月份就向200名 即将到达55岁年龄的会员寄出信函 邀请他们参加试行推出的退休规划服务 而艾莎就决定参加 服务将在7月份试行后 开放给更多即将到达55岁 而且还在偿还房屋贷款的公积金会员 个人化服务将考虑到个别会员的处境 例如在房屋投资教育的需求 公积金局也会从明年起逐步加强这项服务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前来我国访问的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总督保罗泽西 今天早上到总统府拜会了陈庆岩总统 双方重申新加坡和昆士兰以及澳洲之间的友好关系 双方也讨论了在贸易投资 以及文化和教育方面加强合作的可能性 500名社会工作者在社工日期聚一堂 交流和分享各自的服务经验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陈振生 在活动上呼吁各社会服务机构互相合作 更有效率地为弱势群体提供援助 他表示社会服务的成功并不取决于未来 可以解决多少问题 而是提前做好准备 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 某国失智症协会估计本地有大约三万人患有失智症 而这个数目将在五年内增加到五万三千人 并在2050年达到十八万七千人 协会表示有必要提高国人的意识 让社会接受和包容这些患者 失智症协会今年庆祝成立25周年 著名音乐人李迪文将担任协会大使 他的父亲在一年前被诊断患有失智症 我国引进了新技术疗法 今后患有脊柱侧弯的儿童 只需要动一次的微创手术 医生在病患体内植入 可以自动伸展的铁管 就能够在不影响儿童骨骼发育的情况之下 矫正脊椎 来看记者薛书惠的报道 家警主妇周昌莲 三年前发现小女儿胃影的背部出现异状 经医生诊断后 确认她患有脊椎侧弯 侧弯幅度从45度恶化到去年的67度 如果不接受治疗 肺部和心脏功能也可能受影响 我是每次都有注意 感觉她的骨后面有一个吐起来 之后每三个月复诊 也是没有改善 魏影去年六月 在国大医院脊椎中心接受新疗程 只需在脊椎两端开刀植入两只装有磁铁的铁管 之后每隔两三个月 医生就能在不必开刀的情况下 利用遥控器将铁管延长2到4毫米 在矫正脊椎幅度的同时 也能让骨骼继续发育 按照传统疗程 病患每隔半年 就得在整条脊椎再开刀 调整铁管的长度 调查显示 本地六到七岁患有脊椎侧弯的孩童 占同年龄层孩童的不到1% 每年儿童新增病例约700起 目前新的疗法 第一次手术的费用不超过4万元 而传统疗法 由于需要动更多次的手术 因此相较之下 新疗法可以为病患 省下至少10万元的费用 新传媒新闻记者 薛书慧报道 感谢您收看晚间新闻 也欢迎大家下载 八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的应用程序 八频道下一段新闻 是明天早上9点的 晨光第一线 请记得锁定 我是林启元 我是海杰 我们明天再见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